再关心本周的新电影 这对林毅夫妻儿子失踪多年 终于找到时一惊不忍的爸妈 再次重逢 却是另一个伤心的开始 以大陆拐卖儿童为主题 该编自真人真事 赵卫宜本片入围金马奖 但角色本人在看过电影之后 抗议情节与真实大不相符 我不为你这样的人年 看不喜欢我们农村 我们怎么不能把雪梁还养好了 妈妈 若想看部黑色戏剧片 该死的顺序是你不错的选择 柴雪车司机 货班荣誉市民表扬 儿子却因为吸食海洛英死亡 他坚信儿子的清白 展开复仇行动 没想到却引起黑道大火拼 用黑色幽默包装复仇行动 表演爆料这部片的灵感 来自于小时候被霸凌的怨念 小时候被霸凌的变化 小时候被霸凌的攻击 兒子捲入兇殺案 地表最強老爸再次出動 雖然解決了眼前危機 但卻有更大的關卡 等著他們 在片中 雲恩尼迅形同幻鐵兄弟的艾德哈里斯 因為兒子遭到殺害 雲恩尼迅反目成仇 雲恩尼迅 雲恩尼迅 雲恩尼迅分開多年 關係水火不容 站在強烈的角色處之中 卻又能看到細膩矛盾的 雲恩尼迅